我要靠我的右拳破臺了 你那拳冠下去的時候 我就知道了 看得我剛好碰 好像歪掉了 最後上場比賽你就一直這樣 反正我覺得 我練拳好像白練了 再給我一個機會 將我的幸福留在這台拳擊上 好扯喔 好扯喔 哈囉大家好我是戴伊 經過長年的練習 今天終於可以再次 堂堂正正的 站在你面前 挑戰你 讓我們歡迎西門町最好的拳擊機 Dragon Punch 不過我想大家一定跟我一樣很好奇 如果是真正的拳擊手 來打這台拳擊機 可以打出多驚人的數字 所以今天也邀請到來自 台北市的 是重量級拳擊手 小龐 對 真的 對 頭 好 我 突然 很難 我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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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這是一個我早就想要拍的企劃 因為我之前有打過 各位很好奇 真正的拳擊手 可以打出多高分 所以我們今天呢 會用三種拳擊手常用的拳路來打 第一個是前手刺拳 啪 第二個 後手直拳 第三 Overhand 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們這三個拳路 分別可以打出多高的分數 我在想問一下小潘 就是這三種拳法哪一種可以打出最高分 我覺得最高分的應該會是 後手直拳 因為Overhand其實不好打 因為等一下會擔心打到出來 喔 MISS 欸等一下你是只有拳擊手勒 打完 這前手刺拳 前手直拳 前手刺拳應該也會蠻高的 應該會蠻高的 我覺得Overhand說不定會最低 說不定會最低喔 我猜啦 因為力量可能會散掉喔 那我們就來挑戰看看 好我們來試試看 準備好了嗎 好我準備好 要拿出我們今天神聖的銅板 好10塊錢 前手刺拳喔 前手刺拳喔 對你要幫我看一下喔 好不然看 欸好像沒有很高了 8700我覺得還不錯 8700我覺得還不錯 待一你都不用鑄好一下嗎 欸 欸前手刺拳 可以啊 POWJAP 等一下 POWJAP POWJAP 沒關係我們來看一下 純跡手的POWJAP 好我們先 我的前手刺拳是 8764 恭喜 好 欸欸欸怎麼來 欸 時間隔太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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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太多了 好我要來囉 好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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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拳灌下去的時候 我就知道了 那人還親切都在晃 欸你這個POWJAP 是完全用身體 跟身體在那壓的耶 踩進去啊 這台真的是打準很重要 對打準超重要 因為他要撞到上面 要撕進去 那我們現在進入到 後手直拳 好 就是我們小潘他 自己覺得應該會打出 最高分的拳路 對我覺得後手直拳 因為準度會比較高 那威力也比左手強 所以應該分數會最高吧 阿如果你等一下打到8000就能了 你以後 你以後上場比賽 你就一直Jump就好嗎 對我就直接Jump 然後我要封印我的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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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手只是個幌子而已 因為右手太爛了 右手太爛了 好你先攻 你這樣 你這樣 你以後比賽 你打WP 不准用右拳 右拳太爛了 再給我一個機會 再給你一個機會 好再給你一個機會 再給你一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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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我上次打什麼 直接也發生一模一樣 你也發生過 對 你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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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果 效果 這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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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是9000的 9000的 阿 9000 90 69 今天快要過台 好那放我 直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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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龐不知道可以打出多少 那不是很期待 然後靠我的右拳破台 好將我的禁錄留在這台拳擊機上 你渴望變強嗎 你渴望力量嗎 你渴望力量嗎 調整 而且我覺得我還沒有完完命中 真的嗎 我覺得我打邊了 還有一次 還有一次喔 有有有有有 9分16 漂亮漂亮漂亮 啊好扯喔 今天這台拳擊機最後的機會 最後的機會 好 不過先打準 我覺得分數會超高 對 因為他可以用身體的重量整個壓進去 對 我現在不重 我現在大概七八到八四 好輸了 我現在先打準 應該威力是最小的 你拉下去的時候 直接打不準 輕時打擊 哈哈哈哈 你講的我壓力好大 我現在直接不好打準 掰掰 來來 這個這個 好像歪掉 如果歪掉 對 會 會 想辦法讓他 撞到上面 開始打擊 來囉 來來來來來來 哎呀 秀 要 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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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 我中間有一個機會 雖然 你有很多機會 你有很多機會 然後再給我一個機會 好重了吧 九三一三 我要說這個是準度很重要 沒有兩次的威力差不多 但是這一個比較準 這台全球機全路都打得差不多 我們 該打的全都打了 就差馬力小 沒有三技 那我們就一個人打三拳 然後我們取最高的一次 哇這個好沉喔 我覺得你比較自得的意思 我覺得我應該是誠意亮起 希望能打一個520出來 還好520 今天能不能靠Body Shot 幹掉小潘 好 我看了我剛好碰 510 力量我換右手看看 520 520平均型選手 但我覺得這台是不是 520 是不是 就這樣 這台 他會不會型最高就是520 還是 還是每一個人打都是500 520 你要不要叫你陪我打打看 欸 要不要叫你陪我打打 我懷疑他只有 分數只有500還是520 如果他也能打出520 如果他也能打出520 那就證明 這一台都是安慰甲 他真的強 真的 真的 哎唷 470耶 那我們再看看 最大 這是全開的 這是全開的 這是全力啊 有用全力喔 看得出來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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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理嗎 完蛋了我覺得 我面前好像白練而已 那你就知道了 你就知道以後上場要用什麼 用overhand 沒有overhand喔 其他都是假的 今天終於就是圓我一個夢想 就是我真的很想知道 拳擊手打拳擊機 到底可以打多暴力 今天大家看到了喔 吃重量級的 打出9300多分 略高一些啊 沒有 略高300分 其實我今天來 我有一個問題想要請教小孩 什麼問題 就是在場上 就是一直以來 我在場上一直以來有一個感覺 像拳賽或是格鬥 他其實 勇氣指數很高 他是被評定為就是 你要非常有勇氣才能去 挑戰這個經濟項目 我想問一下小潘 你是怎麼樣去克服恐懼 我上場之前 我都會想一件事 就是說 待會上場我要做什麼 像是 每一次我上場 都會給自己一些功課 像是 待會我要做好防守反擊 不然就是要抓對方的移籍權 那只要一直在做這些想法的時候 就一直想這些事 你就會比較不會很緊張 你就不要想說會贏會輸 你就會想要執行你的計畫 就想好你待會兒要怎麼打 然後把它做好 對想辦法把它做好 想辦法看到 空檔就塞一個大直的 overhead 對不對 好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謝小潘 來跟我一起體驗 這個拳擊機 那如果大家想認識小潘多一點 或是想看拳擊比賽 或是一些拳擊的知識 可以到小潘的Instagram 或是他的個人YouTube 去看一下 歡迎到我的IG來找我 好那有任何問題也都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是建恩蓋一小潘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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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還有點兒 加油 掰掰 掰掰 或是